喝酒唱饮时很开心 不过卫福部基隆医院7月初 新成立的临床读物科医师李建宏提醒民众 如果在喝酒之后出现视力模糊 眼睛有灼热感 感觉和平常喝酒的情况不太一样时 就要小心是否喝到假酒 也就是假唇中毒 那临床作用 临床对我们的影响 早期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像心跳交速 肚子痛我吃了我吐 然后血腥息弱 不太不稳等等 那晚期比较晚的时候 比如说六到小时之后 他会发现我们呼吸会比较急促 然后如果我们用抽血检查 会发现他的阴力尖锡会增加 然后血液会变酸 那严重就会休克血液变低 肾后会变差 最后就呼吸衰竭等等 最后如果没有救治的话 可能就会死亡这样 假唇在工业上经常被当作有机溶剂使用 因为无色透明气味和真的酒 所用的以醇相似 但价格相对低才会被用来制作成甲酒 但是甲醇进入人体内 不会马上出现严重不舒服 需要经过代谢大约六到二十四小时 潜伏其后才会出现急性中毒 包括呼吸衰竭以及代谢性中毒和昏迷 视网膜伤害以及神经坏死 甲醇当然如果说存活下来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当然会有几个 有时会看到一些病人 就是说他视力受到影响 没有办法回复了 就可能会眼睛会失明 或是说视力受影响 第二是他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神经里面的一些脑部的一些组织 造成八经身症出来 另外缩脚可能会有神经病片 让他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再 肢体会有比较有些问题出来 那甲醇我们 他的毒性自毒剂量 一般来讲 可能服用17系以后就会失明 60系以上就可能会死亡 通常医生在评估后会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以及给予碳酸侵纳和乙醇解毒等治疗甲醇中毒 医生也证实 如果不小心喝到甲酒 可喝真酒协助综合解毒 而且针酒的酒精浓度越高 综合甲醇解毒效果越好 不过还是得尽快就医治疗 那其他的酒类乙醇的酒类可以 也可以吗 还是说 我们在选择这个所谓这个酒类的时候 它一定要达到酒精浓度乙醇 要达到那个标准的酒类都可以 对对 我这次这边是指少兴酒是比较 拿它来做一个标准 其他酒类都可以 比如说像绍兴酒 或其他酒类民说都可以 但是我们知道像啤酒 到所谓的高粱酒 它酒精浓度不太一样 跟浓度有关 那我们在解毒的功能下 是不是酒精的浓度越高 它的效果 综合效果越快 如果譬如说我今天 身边只有这个啤酒的话 可能要用500cc 用绍兴酒的话 浓度高可能要 只要达到100cc 是不是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 谢谢 你那浓度越低 当然你需要的量就大了 然后如果浓度高 可能量就不用那么大 这样子 对 医生进一步表示 万一喝到甲酒甲醇中毒 最好在5到6个小时内 赶紧到医院接受治疗 身体受损害 以及复云的状况会最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